老话讲,见诸者赤,见墨者黑,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你身边有什么样的人,你和谁在一起历经怎样的生活,都将影响着,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,每一场遇见,皆有应由,那些帮助你的人交汇你爱和陪伴,那些离开的人让你懂得的成长和珍惜,无论那些让你记忆深刻的人,给你的回忆吃好也罢,吃坏也罢, 都已经是过去事,又在每一段关系中学到一些什么,那便不复相遇一场,接下来的日子,要认真守着自己的人际交往,和值得的人相处,圈子虽小,干净就好,余生不长,和谁在一起,真的很重要,灵儿和懂得感恩的人在一起,我想,你大概也经历过人心换人心,最后却换来死心的时候吧, 总有一些人,来到你生命中,就是为了让你学会对世界不只有爱和感恩,还有现实和私欲,也许是你一枪真心待人,却换来背叛和远离,也许是你付出了很多很多,得到的却了然无几, 其实人都不傻,受的伤多了慢慢就懂了,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掏心掏碎的对待,你要学会珍惜时间,让自己的人际交往干净而温馨,时常问问自己,你是谁? 你和谁在一起?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?你希望有怎样的将来?和负能量的人在一起,你的生活也将充满力气,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,你才会感受到开心和幸福,远离那些让你心情压抑,变得暴躁易怒的人,靠近那些让你觉得如沐春风的人。 别总是为了迎头小力斤斤计较,也别总是对旁人的看法过于看重,03和她是靠谱的人在一起,这个世界上从不缺少聪明人,缺的是她是靠谱的人,缺的是做到守时、守信、众诺的人,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,抑或是工作生活中短暂的交集,靠谱的人总能够给人留下极强的印象,你知道对方做事有条理,有分纯,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,你会觉得格外安心踏实,我们都是大人了,不能再像小孩子那样随口戏言,别轻易许诺自己办不到的事,别把自己的诚信一点一点消耗殆尽,凡事有交代,渐渐有着落,事事有回音,做到这番点的人,必定是一个靠谱的人,而我们,也要时刻鞭策自己成为这样的人,不要急躁, 不要冒进,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自己该做的事,说出口的话不要盲目,不要随意,不忘初心,帮得始终,愿你做个靠谱的人,和同样靠谱的人在一起相处,为自己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,临四和不将就的人在一起,常听人说,什么事凑合凑合得了, 其实这样的话,是一种业障,你总说什么样的话,你就容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,聪明的人绝不会把无所谓的话挂在嘴边,他们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,所以才不会白白虚度光阴,不怕输的人最勇敢,不将就的人最好看, 人生最可怕的莫过于你在一群干预平庸的人中,一点点被磨平了斗志,心甘情愿地将就着过未来的日子, 别因为年龄和他人的看法而选择恋爱婚姻,别因为世俗和现实的压迫就放弃梦想, 生活是你自己的,和谁相处,过什么样的日子,全由你自己决定,愿你做个不将就的人,和享受生活的人在一起,积极乐观,共度余生, 林伍很喜欢一句话,如果你想像熊鸣一样翱翔天空,那你就要和群鸣一起飞翔,而不要语言为武,如果你想像野狼一样驰骋大地,那就要和野狼群一起奔跑, 而不能与路羊同行,你是谁决定了你的起点,和谁在一起,成为什么样的人,才决定你的终点, 不要总逼着自己和群,表面的和群才是真正的孤独,也别闯破自己和不喜欢的人相处, 其实所谓的九肉朋友,或者仅仅是理之交的人,真的没办法在你需要的时候拉你一把, 知心好友,三五即可,圈子虽小,干净就好,真正值得你交往的,是那些懂得感恩, 知足长了,安稳踏实,妥协靠谱,不将就,不放弃的人, 这些人会潜移默化,影响着你的生活,使你成为更好的自己, 余生不长,请和值得的人在一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